嘉義縣購物節今年最大獎 是價值70萬的汽車 在昨天舉辦抽獎直播 但是得主沒有接電話 讓大家很好奇到底獎落誰家 而經過商圈努力的尋找 終於聯繫上得主 還得知他是因為機車被追撞 到車行修車意外抽到頭獎 獎要的金球獎 眾人叫聲連連 因為嘉義縣第三屆購物節 8號直播抽獎 抽到最大獎70萬汽車時 竟出現了小插曲 活動中四大獎包括手機 電動車 最矚目的無非就是最大獎 不過得主莊姓女子 在直播中卻沒有接上電話 經過民雄商圈 其力尋找終於聯絡上得主 還得知他是因車禍到車行修車 不料進因貨得福抽中頭獎 她腳是扭傷 人這樣一百一百個上到車 那修了大概一萬六千多塊 女得主低調不受訪 原來十月初他因停等紅燈遭後方汽車追撞 造成腳扭傷 機車引擎掉價偏移 車殼後車燈 其他小零件總共修理了一萬六千元 沒想到一萬六千元換得七十萬大獎 不可置信 他頭皮發麻很震驚啊 購物節從十月一號開跑為期一個月 經濟發展處指出 期間店家整體營業額成長兩成以上 最終消費累積金額突破四億元 比去年再多出八千萬業績 民雄商圈是今年十六個商圈消費額最高的 開出大獎 而得主一度聯繫不上 也意外成為購物節中的討論話題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